中国的四川还有贵州湖南等地 遭遇了狂风暴雨还有冰雹的袭击 现在已经造成了38人死亡 有190多人受伤 其中在四川还有12级的龙卷风 灾情更加的严重 被瞬间风速每秒30公尺 相当于时速108公里的狂风吹过 四川省梁平县到处都是断源残壁 6号凌晨这起当地气象 有记录以来的最强风势 12级龙卷风把树木连根拔起 电力设施通讯线路也严重受损 而电江线则下了8个小时的大雨 降雨量达300毫米 打破当地过去半世纪的降雨记录 很多街道都难逃淹水厄运 而且还有700多间民宅因而倒塌 突如其来的大雨也瘫痪了 蓬水线的排水系统 两座大桥的淹水甚至高过桥面 一座隧道摊坊 淹水造成多人被困在民宅里 这小头在下面两层都全部是安完了的 我们是冲冻是安完了的 淹铺城所有东西吃的用的 全部都在小手是安完了的 从我们处境过后 抢救人员 到有10多人 10多人直接从房子里面 都是从房子里面 把人员跟他背出来 因为房子进水之后门打不开 这些强烈对流天气 在当地造成的房屋和农业损失 估计在人民币2000万以上 重庆市副市长也赶往灾区 展开救灾工作 民事新闻宋暗婷 综合报导